骨结核是什么病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梁控利 陕西省结核病房治院影像中心主人医师 骨结核是什么病 骨结核就是指的骨骼发生了结核病变 那么大家知道结核病变最常侵犯的就是我们人体的两肺 而引发肺结核 那么肺部以外的结核病我们通称为肺外结核 而最常发生的肺外结核 骨关节结核也是最常发生的一种结核病 骨结核就是指的骨骼发生了结核菌的转移 或者直接侵蚀以后产生了结核病变 那么骨骼的结核病和肺部的结核病的大体病例改变 是基本一致的包括伸出性改变 增殖性改变和坏死性改变 那么骨结核发生结核病变以后会引起骨质的破坏 滑木的破坏而产生骨关节周围的浓肿形成 所以骨结核的病变我们通常会引起肢体的疼痛功能障碍 甚至是引起畸形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骨关节部位的I线摄影 或者是CT检查来看骨骼到底有没有产生这些结核的病变 或者是浓肿的形成 如果在影像检查以后我们发现了典型的骨质破坏 关节面的破坏以及关节腔的基液 关节周围的浓肿 骨骼病到周围的浓肿形成以后 我们大体可以判定这个就是骨结核 所以骨结核就是骨骼的和关节的发生的结核病变